迷糊音乐 周瓦博报 纵使人生起落不定 但经历过惆怅错过 彷徨徘徊 再转身回头看 或许会有悔恨 或许会在心上留一道疤痕 但内心留有一份爱 伴起生长 便无惧前行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 迷糊音乐周瓦博报 2018年第32周 我是张磊 很高兴来到迷糊音乐 担任DJ 陪你聆听网上好歌曲 今天要向大家推荐我的 一首新歌叫做《寻》 目前正在华语榜打榜中 它也是电视剧 烈独人的片尾曲 这首歌表达了 剧中男主人公 在经历了人生波折 起伏后深切的人生感悟 我们的人生之路 可能没有电视剧中那样的跌宕起伏 但总会经历一些遗憾悔恨和无可奈何 希望这首歌能唤起你们心中的共鸣 也希望我们最后都能拥有一颗平静的内心 感谢歌手张磊 谢谢他的最新作品《寻》作客乐榜 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猎读人》的片尾曲 张磊用他一贯的暖伤细腻歌声 娓娓道书经历过人生波折起伏后 寻找内心的宁静 和回忆往事时的平静之心 在他的潜音低唱中 净显孰男歌手魅力 目前这首歌已在华语榜连续上榜五周 成绩非常不错 也请大家继续支持 本期做的节目张磊 还有我们分享了更多他对于音乐的理解 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音乐故事 问题一 在音乐创作上受谁的影响比较深 我觉得我自己在音乐创作上受 可能还是90年代初的那些流行歌曲 跟港台音乐 包括2000年前后的摇滚乐影响比较深一点 我觉得那个年代的音乐 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有的时候写歌或者创作的时候 会不由自觉的晚上靠 但更多的还是尊重内心的声音吧 问题二 真正让你满足的时刻 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是在创作的时候 还是真正在舞台上 对着成千上万人表演的时候 满足可能分很多种嘛 对我来说音乐上的满足 最大的满足应该是站在舞台上 有粉丝跟你互动 然后你能感动他们 你能清楚的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的时候的那种满足 对我来说是最迷足珍贵的 三 问题三啊 最想去哪演出 其实我特别想在天池上演出 就是新疆的天池啊 或者新疆的山里面 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别棒啊 就是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对话啊 那种和谐的场面 特别希望有朝一日呢 有机会在大自然中演出吧 问题四 跟粉丝互动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如果被粉丝追着全世界跑出什么感觉 跟粉丝互动 其实都很平常的一些事情啊 我作为我的粉丝呢 我觉得他们都特别的贴心啊 一般比如说我去哪边通告呀 演出呀 他们都会来到现场 也很辛苦 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 被人追着跑 其实有的时候心里挺有压力的啊 你会担心你今天的状态啊 你会担心你今天看上去是不是好看啊 发型啊 衣服穿的是不是得体啊 会有一些担心嘛 但是更多的还是感动啊 尤其是你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看到熟悉的身影 就站在你眼前的时候 那个心里那种踏实 是你不是歌手的人 很难去感受得到的 可能大家也没有办法一下子体会到 问题五 近期还有怎样的音乐计划 我这段时间在忙着筹备 新一张的个人专辑 以及这个第二张专辑的一个宣发 跟跑宣传吧 可以这么说 如果有可能的话 希望在年底能做一波 这个这张新专辑的群演 这是我目前最大的音乐计划 谢谢 黑色的眼 在区分 谁比谁更认真 黑色的眼 太单纯霓虹灯中微观 只是停断了一瞬 很多便不可能 一点悔恨 一点深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